哈嘍,大家好,歡迎收看喬喬藝術 我們今天在花蓮吉安鄉的Ceramic Art Center 我們要拜訪一位陶藝家,他叫做Indigo 現在進去他的工作室看看吧 歡迎你們來,是Indigo 大家好,我是Indigo 我是從台南藝術大學畢業的 那做陶已經三年了 目前我現在在花蓮這個工作室裡駐村 那我的駐村計畫長達半年 目前已經是第四個月了 現在你們看到的就是我的工作室 因為小孩是實驗窯,因為如果窯太大 降溫的速度會很慢 但有時候如果你只是想要做一些Test 你就會用這種小小的窯 然後裡面的空間非常的小 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些很簡單的Sample 然後直接丟進去 然後大概一天就可以燒出來 旁邊一個也是 大小大的一點 所以有時候也是可以來燒一些比較小的作品 或是比較大的石油片 我們加Textile 然後這個窯是美國的窯 這是基本上很多美國都會用的窯型 我們都叫它把它掛窯 因為它的形狀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我的 我做的室友片 那你看一下工作室那一方 我們就是會有很多的化學營料 像是 像什麼碳酸鎂啊 碳酸粒 這些很基本的化學營料 因為我們就是配釉 會有一個釉方 所以你就可以按照上面的材料 然後還有比例去做出你想要的釉料 這些蔥皮其實也都是一些原物料 對 那個是什麼 這是橙石 這是不同的釉料 對 這是化學營料 最後組合起來才會變釉料 像我這邊做一罐一罐的 它就是很多的粉 然後加水 然後混得非常的均勻 然後它的顏色會變得跟你 就是 好像它們都長得很類似 可是其實燒出來經過高溫 一千兩百三十度的 那個 溫度 它們就會變得很不一樣的顏色 這些小小的都是我的釋釉片 那因為有一些釉料 它的薄跟 就是薄跟厚會不一樣的色澤 所以釋釉片通常都是要做一些 比較凹凸不平的表面 可以讓你知道這些釉料的變化 會是什麼樣子 你看像比較深的地方會比較淺 可是薄薄的地方反而比較深 其實我覺得澆水的時候還蠻好笑的 是因為 因為不是 我們亞洲有一個文化就是玉佛嗎 所以每次在澆水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我在玉佛 然後 通常一間作品會做多久 其實 要先看看它的 大小跟造型來說 如果一個東西它的造型可以比較簡單 就是不用克服太多地心引力的話 其實可以一天兩天也可以做得完 但如果當它的四肢是要往外延伸 會需要考慮到像手臂就是會掉下來 所以這時候可能就會去做到五六天 或十天都有可能 這是我目前做過最大的雕塑 因為在半年前我去韓國駐村 那當時遇到的駐村藝術家 他們都是做非常大型的公共藝術 那在駐村之前 其實我都是做比較小型的雕塑 但是因為被他們激勵到 我這次在花蓮駐村 就想試試看做大一點的作品 因為它現在是燒完了 就是收縮的比較明顯 所以其實在製作過程的時候 它大概就是這麼高 這一支 這一支對我來說很特別 是因為它是我第一次來花蓮做的 最第一件作品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就是畢業之後第一次可以淘汰的身份 然後來這裡工作 那它的造型其實是參考我之前的一個委屈 因為我覺得雖然是女生 但是當我做陶瓷的時候 我是一個非常兇悍的人 然後要表現得非常的壯 然後因為這裡的花蓮的關係 那我們這邊又常常下雨 然後下雨之後 我們工作室外面都會出現這種滑牛 然後就爬滿這個工作室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我在工作室裡的印象 就是代表我好一家的一種精神 所以都是把內心的感覺做出來變成一個人 對對對 就是一個分身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這些角色就是都是代表我 都是你的內心 對都是代表我的一段經歷或是我的 那他們有性別嗎 其實我沒有特別仔細去講性別 因為其實在做他們的時候 我也沒有畫任何的草圖 其實都是在捏的時候 然後就 臉就在捏 然後很順 很順下去 結果就長成一樣 對就是心裡的感覺 然後就做出來 對 跟著手的感覺做出來 跟著手的感覺做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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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